接下來我們來看牛頓第三運動定律 其實我們前面在做力學分析的時候 也會常常用到這個結果 那我說題目其實都是綜合在一起 概念其實都是綜合在一起的 好 牛頓第三運動定律叫作用於反重力定律 他說如果有一個作用力 一定存在有一個反重力 兩者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作用在不同物理上 我想這句話你一定聽過很多次 我們前面已經用過很多次 基本上它的意思寫成數學是 就是A對B的力跟B對A的力 它是等大小而且反方向 這個負號代表怎麼樣 方向顛倒 A對B是力 B對A是力 可是很多小朋友其實還是分不出 什麼叫作用力與反重力 所以我先教大家英文了 這個英文以前學過 國中學過五大基本句型 第一種句型叫主詞加動詞 加一個不及物動詞 比如說I stand you sit 叫主詞加不及物動詞 第二種叫主詞加動詞加受詞 比如說I love you you love me we love each other 當然we love each other是主詞加動詞加補語 那我們講的是主詞加動詞加受詞 施力物這個施一個力作用在受力物上面 受力物有點面熟 我們講力學選擇適當的受力物 選擇適當的受力物 我們以前分析的是受力物 我們分析的不是施力物 我們重點是看這些力作用在這個物體上面 到底造成什麼樣的結果 所以我們分析的是受力物 而不是怎麼樣 而不是所謂的施力物 現在如果你要找出這個重力反重力的話 你就要把施力物找出來 施力物對受力物施力 反重力就是受力物 對怎麼樣 對施力物受力 主詞對受詞施力 受詞對主詞施力 這就是一組重力反重力 就是我們講的A對B 反重力一定是B對A 你要把主詞受詞找出來 主詞受詞兩個對調 這樣子才是一組重力反重力 等一下我們用實際的例子告訴大家 基本上重力反重力有幾個特性 第一它同時產生同時消失 第二個分別作用在不同物體上 所以對該物體來講不能抵消 所以用來判斷重力反重力 一個簡單的方式就是 作用在同一個物體上的那些力 絕對不會是重於反重力 絕對不是重力反重力 好 但是來第三個 以系統的觀點來看 這些力倒是有可能抵消 以系統的觀點來看 它是屬於系統的內力 如果你把A B整個當作一個系統 A對B B對A 就是屬於系統的內力 所以整個當作一個系統的話 重力反重力是屬於內力 不會影響到系統的運動狀態 誰有資格代表系統的運動狀態呢 答案是什麼樣 答案是執心 也就是說 如果你整個當作一個系統來看的話 那這些內力重力反重力 其實並不會改變執心的運動狀態 那這其實是我們在第五章 所要討論的重點 我們第五章要討論的是系統的力學 那應用 那所有力學問題呢 跟力學分析基本上都隱含了這個定律 那當然你會挑老師的毛病 老師所有力學都問題都有這個問題 都有這個重力反重力 如果要講的話 有一種力沒有反重力 你知道哪一種力沒有反重力嗎 很多小朋友說超距離 不對 超距離等一下要舉例 超距離其實有反重力 只有一種力沒有反重力 哪一種你知道嗎 這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就是我們剛剛不久才教完的東西 叫做假想力 為什麼呢 假想力為什麼沒有反重力 因為它叫假想力嘛 各位它是一個假想的力啊 它是一個牛頓運動定律的修正項 各位不要以為說 向心力跟離心力 這是一組重力反重力 這樣就不對了 我們剛剛講 你重在同一個物體上的那個力 絕對不可能是怎麼樣 絕對不可能是重力反重力 所以假想力沒有反重力 因為它是假想力 這體會一下 好 所以我們基本上在怎麼樣 在這個解題的過程中 其實也反覆利用到怎麼樣 反覆利用到這個結果 那我們前面講到的 這個有一個重力 一定有一個反重力 兩者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作用在不同物體上 我想這句話 你要把它當作怎麼樣 當作口訣 你把它記起來 早晚唸三次 常唸保平安 我剛剛也講到 你怎麼樣去找出 這個重力與反重力 你要把主持找出來 受持找出來 主持受持對調 才是一組怎麼樣 才是重力與反重力 所以等一下 我們馬上舉實際的例子 讓大家來分析一下 什麼叫做重力與反重力 就是重力與反重力 上來分析 dispute